大家好 我是移民律师孟小杰 今天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 如果做了EB5投资移民的申请 还能够在中途转去做别的移民申请吗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尤其在很多老投资人 所谓的老投资人就是在二二年新法诞生之前 那些尤其是在16年17年甚至18年 做EB5的这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申请人里面比较常见 那这些申请人呢 他们很多可能还在等自己的临时绿卡 或者说拿到了临时绿卡 但是对于自己项目最后的一个 能不能够获得永久绿卡有担心 所以呢就想在这个当中 去把自己的绿卡通过别的方式来获得 但是呢又因为自己手上已经有临时绿卡 就会担心说 是不是我还可以在这个阶段去换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现期在老投资人 EB5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跟大家澄清一下 第一就是绿卡申请当中 其实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就是大家常见的那种递交i485的申请 去把自己的身份从一个比方说非移民的身份 换成移民的绿卡的身份 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领馆程序 这个程序呢一般是人不在美国 在比方说美国驻中国在广州的广领馆 对于中国大陆的申请人呢就是广领馆 在那边申请移民签证 最后拿到移民签证之后 入境美国变成绿卡 这个当中就不需要再去递交485 那整个流程是在领事馆这边完成的 所以这个就是领馆程序 关于485和领馆程序的一些具体的一些 一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影片来给大家讲解 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一下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两种方式呢 那就是如果说您现在是EB5的一个领律的身份 或者说您还在EB5的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不管您在任何的一个阶段 大家听好 不管您在EB5申请的任何的一个阶段 您都可以去走领馆程序 领馆程序对EB5申请人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在最后一步 到美国驻比方说中国广州的这个领事馆 去换这个移民的签证 您都是可以去做的 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有的申请人说 我不要这个EB5的身份了 我就去那边换一个工作类的签证 比方说H1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 您想走领馆程序在任何阶段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您想要在不离开美国的情况下面 在美国境内直接递交485 把自己从某个身份转到绿卡身份 但是这个新的身份不是通过EB5获得的 是通过别的身份 是通过别的渠道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您在EB5申请的哪个阶段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在这里呢 把EB5申请分为大致有五个阶段 那在这五个阶段里面呢 你到底能不能够在不离开美国的情况下面去调整身份 通过递交485去换成一个别的方式的绿卡 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我就来给大家一一的分析一下 第一种 那就是您的526的申请还在pending 还在被审理 或者说已经被批准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哪种方式 但是呢 您的485还没有递交 就是我不管你这个526批没批 反正呢 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比方说你的排期 你是一个老投资人 你原来的这个排期还没有排到 所以你现在485还没有递交 这种情况下面 你说我这边刚好有一个别的绿卡申请的方式 比方说我雇主给我做的EB3排到了 我能不能够去交485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 您的485还没有递交 但是526已经在处理当中或者说批准了 但是你想通过一个另外的方式去递交 485和一个别的什么申请 或者就单单的基于一个已经批准的140或者130 去递交485 这个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 完全可以 所以这第一类是完全没有障碍的 第二类 那就是你的485已经递交了 但是呢 还没有批准 这个时候呢 您想把自己跟着526的这个485 转到一个别的partition申请里面去 可不可以 这个也是可以的哈 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和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 这个当中涉及到的是你要把自己的这个485 等于是要去re-link一下 所以呢你要做一个叫做transfer of underlying petition 要把自己这个485和一个新的申请去挂钩 这个也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您ebfi的485已经批准了 那如果说您ebfi的485已经批准了 那其实恭喜您哈 一定程度上那其实您就已经是临时绿卡的身份了 一般来讲485席准之后 您就会拿到为期两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这个临时绿卡 那这张卡就代表着您已经是临时绿卡的身份 当然有些人他没有交过485 他就是直接拿着移民签证入境美国 那进来之后也会收到为期两年的这个临时绿卡 那如果说您现在在为期两年的临时绿卡的身份期间呢 对不起 这个期间您是不可以通过交485 在不离开美国的情况下面 直接转成一个别的绿卡的一个身份的 那还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开头说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您可以通过领馆程序 就是离开美国在海外 把自己的身份换成一个别的方式获得的绿卡 但是您想要在不离开美国的前提下面 去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还有第四种情况 那就是临时绿卡的这个两年的时间已经过了 您的829正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那829审理期间呢 其实从移民法上面来讲 您的状态和在两年期间是一样的 如果说您这个及时的去提交了这个829的申请 那么在这个期间您就仍然是一个临时绿卡的身份 那在这个期间呢您也是不可以直接在不离开美国的前提下面 直接把自己的身份换成一个别的什么方式的 永久的一个绿卡的 那还是一样你可以离境去变领馆程序再进来 但是你不可以直接在这边调整身份 那最后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您的临时的绿卡的身份被终止了 被terminate了 那这个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829被拒了 那如果说发生了829被拒的这种情况 这个又有点特殊了 那这个就取决于你接下来想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在美国境内直接调整变成绿卡 这个当中呢大概的可以分成三种 当然不止三种 我说的是比较常见的 一种就是你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那这种情况下面 你就直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呢 也许是一些其他的EB类的申请 那如果说您在被拒了之后的180天之内去递交 应该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其他的亲属移民 那其他的亲属移民 比方说像什么F2A绿卡的配偶等等 它对于你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是一天的非法都不可以的 所以这些就不可以 所以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面 它就是取决于你接下去想要申请的那个身份是什么 来决定您是不是可以走 在美国境内直接从485调整身份 变成一个别的方式的绿卡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看到比较常见的一个场景 那就是很多留学生 当初呢可能是家里面帮他们办了 EB类的投资移民 自己也有零率 在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零率它等的时间 拿到的时候就已经挺久了 然后之后呢 有的时候如果说是项目出了问题 829的审理时间也会非常非常的久 很多829可能省个什么五年多之类的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哈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留学生可能也通过了 比方说自己的雇主去申请了工作钱 或者说通过雇主去申请了职业移民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全可能通过领馆程序的方式 放弃掉自己的这个绿卡的身份 然后把它转成一个别的 比方说是直接拿一个移民签证啊 或者工作业的签证再入境 就通过别的渠道去进行身份的调整 是可能的哈 当然我在节目当中只是把 这个EB类的申请大致的分为了五个阶段 我认为这个五个阶段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 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面可以直接调整身份 通过485的递交来变成最后的一个永久绿卡 但是大家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咨询自己的办案律师 来最后做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 希望以上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